今天要改造的这套房子呢,是位于大阪市电川区的一套老式鱼户建 这片区域伴随着东海道新干线的开发,已经可以算是都市化的区域了 改造的房子屋主是田中一家,被称为要拼命才能指其妖的房子 这次委托的设计师被称为改装匠人 一级设计师,建筑师,木村哲史 擅长将狭小的空间进行改造,创造最大的价值 设计师进来之后,先是观察到屋内有两张长桌 一楼的起居室也用作教室,作为洗字教室 因为家里的空间太过狭小,两张长桌在写字台和玄关立板中随时变换使用 非常的拥挤,占地方 二楼的卧室面积也只有四叠半,四叠半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差一点6.5平米,却被东西对得满满荡荡 设计师都在好奇,这样能够扑得开被褥睡觉吗 设计师表示这也是一次很有难度的改造 铺开被子就要占据60公分的空间 狭小的过道只能勉强摆开一人用的被褥 母亲睡觉用的被子只能够摆在旁边的屋子 两个人纵向排列睡觉 女儿每岁如果需要起夜去卫生间 就要碰到母亲的头 不仅如此,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 翻身都要碰到头的,怎么会有舒适感可言呢 实地考察后,对于这样的房子 究竟要怎么改造比较好呢 设计师来到了位于大阪府机面市的北谷设计工厂 从材料的选择开始本次的改造计划 选用坚硬的四角铁骨加入了滑轮部分 那么这个可以上下平滑移动的铁骨架究竟是为了做什么的呢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和我都充满了疑惑和好奇 真相即将揭晓 设计师和工人一起将在工厂进行完初步组装的铁骨架搬入屋内 再次进行二次组装 成品后也就一目了然了 这组带滑轮可升降的铁骨架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设计师的理念是这样的 上层的桌板可以用来盛放水墨化的道具 两边的墙上则安装了安全锁 可以在桌板上升后进行钩锁 保证安全性 下面呢就作为女儿美碎的床 设计师表示 如果只在屋内摆放一个床 那么上层的空间将会控制得非常大 如此利用上方的空间 可以达到将四叠半的二楼卧室进行最大程度的利用 以前的设计 依空间过于狭窄 只能勉强不备入休息 改装后的和风与阳势结合 科学有效地利用了每寸空间 从视觉上大大的增加了整间屋子的面积 让田中家两母女实现了用爱好在生活 和喜欢的事物在同一屋檐下 母良母女笑着说这样的生活太棒了 紧紧用手就可以将桌板升起 毫不费力 话剧就放在桌板上不必收起来也没有关系 因为科学地利用了上下空间 女儿每岁的房间一下子就变得宽敞明亮 母女二人对改造后的样子很满意 一起开心地称赞 能这样改造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简直太惊喜了 一直连声感谢设计师 在寒冷的时候和工厂的工作人员 从早忙到晚 将改造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完美无瑕 将田中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去努力地思考每一处空间 非常重视母女二人家的改造计划 说到这里 母亲有些泪目 母亲再次表示 从来没有想过 家能够变成如此美好温馨的模样 设计师看到母女二人为此这么开心 设计师表示 想要让经她手改造的房子 成为令人感到温暖和满足的生活之所 所以用了很多的心思和想法 希望能够让每岁的母亲和每岁 达到生活的舒适和快乐 这也就是设计师最大的成功与满足